仙人你这都把卖了半个小时了 农家到底患了什么病啊 小女子平时是不是感到凶 凶闷啊 是不是感到草热 莫及 本仙人自有妙招 大就劳烦仙人帮人家好好整治 小娘子的手怎么那么粗糙啊 eee 臭小我果然又是一 老头让我下山总得给我点路费了 没有没有算 那 74 這個臭小子 你想把為時的房子給簽啊 老東西沒錢我怎麼去平江 我看你是故意耍我的吧 給我錢 我沒錢沒錢我下山怎麼辦 要飯呢 要錢沒有媳婦要一個 我才不要媳婦呢 8歲定下的婚約萬一長餐了怎麼辦 沒事他得看來啊你看看 長得還不錯 我去還真是個美女啊 到幾點了你怎麼還沒到啊 初生姐你之前也沒說你的相親對象是吳少啊 我可不敢在他為前加班的男朋友 你還是另行告明吧 我給你加錢五萬行不行 就是五十萬我也不敢啊 在平江誰敢得罪吳少啊 哎 我就不信了一個吳家具 還能在平江之手遮天不成 美女這個地方怎麼走啊 這腰真細啊 你摸哪兒呢 啊啊 你別誤會啊 我剛剛不扶你你就摔了 美女 救你了啊 啊 你幹嘛 我要你假扮我男朋友一天 市場之後我給你兩萬 沒空 三萬 哎呀大姐我真有成交 你叫什麼名字 林辰 好你叫林辰 我們兩個是去年旅遊認識的 你叫我小雪就行 你這邊鄉話的水平可以啊 你一會能少說話就少說話 千萬別露笑了 只要我們能把今天糊弄過去叫他 那咱們現在是去陪你家裡人吃飯 不 是和我的鄉親六下吃飯 啊 小雪 你可算來了 你什麼東西啊 趕緊把你髒手從小雪身上拿著 看不出來嗎 小雪 你這是幹什麼 奶奶 這是我男朋友 林辰 小雪 之前可沒聽說過你有男朋友啊 該不會是為了應付奶奶找來的演員吧 小雪 這是誰 林辰 這位是吳家俊 吳安叔叔的兒子 吳叔叔是我奶奶的朋友 江恩集團的董事長 聽到了吧 土豹子 我是奶奶認定的孫女婿 你個香包老 趕緊滾 從哪冒出來的香包老 趕緊滾 趕緊滾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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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來了 先坐下來吃飯 我 吳昔 我們家小雪 年紀小 很容易受到社會上不良風氣的影響 今後啊 你可要替奶奶好好看著她 免得被人帶壞了 放心吧奶奶 這老太太陰陽怪氣的 這五萬塊錢賺的 怕是不容易 哎呦 你小子怎麼盼上我家小雪的呀 我叫林辰 和小雪是去年旅遊認識的 剛在一起一個月 想過淋石拉拉的人可能不怎麼樣 但是你好歹變同學 吹一個牛也行啊 我看 怕不是個軟飯男吧 也不看看自己什麼檔子 配當小雪的男朋友嗎 小雪 我是怕你被騙了 看男人啊 不能只看表面 我跟小雪是真心相愛 生死相依 不理不切 你說是吧 假雪 沒錯 林辰就是我男朋友 不管他怎麼樣 我都喜歡 林辰 誰給你膽子 讓你這麼跟我說話的 好了好了 都少說兩句 家俊 不是讓你帶了酒來嗎 還不趕緊打開 好 奶奶 這是我特意給您帶來的 三十年教堂的 非天保財 您嚐嚐 三十年了 還保存的這麼好 真是難得呀 老夫人是這樣 我一朋友是做酒生意的 她有個酒莊 只存好酒 除老夫人如果喝得慣的話 回頭我再給你搞點 那感情好了 小雪啊 你看人家吳少 多有誠意啊 不比某些蹭犯的好啊 來來來 圖帽子 讓你開開眼 好好看看這酒 你這樣的窮鬼啊 下半輩子也沒有機會 見到這麼好的酒 其實我是一個醫生 還算是個比較不錯的 真不差價 一個赤腳醫生 在這大放厥詞啊 溫玉安你們認識吧 她可以給我介紹病人 我隨便治療一個 枕費都是百萬起步 溫玉安 那可是四大神醫之手 你也配認識人家 怕不是在電視上看到個名字 就拿來吹牛了吧 吳少 你怎麼能認定林辰說的就是謊話 你怎麼不能坑口白話 說林辰撒謊吧 不是他什麼林辰撒謊 我和溫玉安還有點交情 我來看看真偉是可以的 溫玉安身為名一 每天上門求一的人很多 現在可能正忙著救病治人吧 對對對 我們就不打擾他了 嗯 對 要不我打一個試試 喂 溫玉安呢 是林先生 您怎麼有時間給我打電話了 有什麼事您儘管吩咐 哎呀 沒什麼事 就是想起你來了關心你一下 你在哪兒呢 哦 我現在在皇冠大酒店吃飯呢 哎呦 這麼巧呢 我也在皇冠酒店呢 哎呀 那太好了 林先生 我現在馬上過去找您 好 888號房間 溫玉安正好在這個酒店吃飯 三分鐘就到了 裝 繼續裝 我看你憑什麼把人家叫來 哎呦 今天看在小雪的面子上 我們不追究你 趕緊滾 別影響我們一家人吃飯 啊 林誠 唱啊也得啊 要是的話也唱啊 可就第二人了 放心吧 我從不追你啊 各位 我現在要去見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先是朋友 哎爺爺 這個林先生是誰啊 只憑一個電話 讓您現在去找他 您就有說您的身份吧 小孩子 休得物理 把這個待法跟我走 林辰 這三分鐘差不多也到了吧 人呢 溫玉安呢 怎麼還不來啊 三 爸他放屁 他根本叫不來 二 你臉了還在人說 我吳家的飯局也是由你那撒野的嗎 小小的年紀 為了面子 就撒如此大謊 小雪 趕緊讓他給我滾出去 一 哈哈哈哈 林先生 哈哈哈哈 林先生 林辰竟然真的認識溫玉安 什麼的溫玉安 我好給你擺個結婚宴嘛 哎呀 快快擺上 哈哈 哈哈哈哈 這幾瓶 五十年的飛天茅台 拿過來 給您配配菜 哎呦 您太客氣了 這張酒店 我有點餅分 這張卡 你拿著 在這裡所有的消費 是可以免單的 哈哈 您有心了 待日您有空 一定上我那坐坐 我好好給您知道知道 哎呦 太感謝您了 林先生 有您的指導 我的移术 必定會更上一層 那今兒 我就不打擾你的假焰了 好 改日子去 好 哎呀 五十年的茅台 還是真藏板 要不 吳少長亮 這麼好的酒 如果今天不吵的話 你下半輩子 還是也沒機會拿大話 你小子 以為忽悠了文元 你就是神醫了 三角貓的部分 還真當玩意兒呢 要不 我幫你看看病試試 給我看什麼 我身體棒棒 我年紀輕輕的 我有什麼病 怎麼 你要勸我少吃辣椒 多喝水啊 不 你有病 你才有病呢 好吧 那你說說我兒子 到底有什麼病 不太好說呀 是不太好說呀 還是根本就看不出來呀 林辰 你有什麼話就直說 吳少到底得了什麼病啊 說 今天要不說出個所以然來 你就是個騙子 小雪 你可得擦亮眼睛 別被這騙子騙了 你 不行 胡說八道 什麼不行不行的 吳家俊年紀輕輕的就不行了 凌晨也沒有給他保暖 光靠眼睛看看 就知道他不行了 你下巴上有個淺淺的梅花狀病 這呀 正是花毒病的症狀之一 這個花毒病 是由幸春 說明吳少這個平常的私生活 有幸 怕是長期縱於過度 已經 不行了 哎 你的土豹子你瞎說什麼 小雪你可別信他 他在那胡說八道 吳安娜 小雪和吳少的事情就算了吧 我們小雪已經有男朋友了 我們就不耽誤你們的時間了 小雪 凌晨 我們走 我 對了我少說 還先提醒你 你這個病不能太多 你胡說八道 不 你這個丟人現眼的東西 趕緊把凌晨解決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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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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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请你试一试 可以吗 算你还有点眼光 那我就跟你去看看 小雪啊 你爷爷都病重已久了 连温月安都没办法医治 你找到这人 他 他真的行吗 奶奶 我觉得他是懂医术的 不然温月安 怎么可能那么尊敬他 现在 我们也只能放手搏一搏了 有任何的希望 我们都不能放过 哎呀 现在 你只能死马到活马医了 小雪啊 这位是 爷爷 这是我 嗯 我男朋友 哦 好 好啊 咱家小雪 终于有男朋友了 爷爷 什么叫我终于有男朋友啊 好像我没人要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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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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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这次病狂了 签动了他肺部的成年旧伤 必须马上手术 但是以现在他的身体状况 怕是有90%的概率 下不了手上台了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如今啊 我给他开些药 结果一些痛苦 但是根治的可能性 不算大 谁说治不来 年轻人啊 口气不小啊 这连瘟神医都不能根治的病 你个毛都小子 难不成还有什么办法 明晨 你真的有办法吗 有我在 你就放心吧 第一指 神风雪 这银针有违一场 他竟然能一下子 不拼不移的刺了进去 怕是连神医文娱安 也很难做到 第二指 我老学 搞定 你老爷子竟然真的醒了 醒不来了 爷爷 你终于醒了 没想到 我在大街上随便抓回来的男人 竟然是个神医 小雪啊 你领他们先出去 我单独和这个小伙子 聊两句行吗 来 上这儿坐 小伙子 刚才我虽然昏迷了 但是我的意识还是清醒的 你刚刚用的针法 是不是灰天真 老爷子好眼力啊 正是灰天真 你叫什么名字 灵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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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就对上了 灰叔带来了 你 原来您早就认出我了 在你用回天真那一刻 我就知道是你了 只是没有想到 你和我们家小雪 你就认识了 这倒 生去了我后边许多麻烦啊 老爷子 实不相瞒 我跟小雪其实是 假情侣 什么 哎呀 老爷子 事情就是这样了 其实我跟楚小姐 今天才认识 啊对 薛老头子还让我把婚书给您带过来了 还说当年给了您一块玉佩 当听清信物 那块玉佩关乎我的绅士 您看 得多少钱 才能把玉佩还给我 那可不行啊 你只有娶了我的孙女 我才能把玉佩交给你 您不是已经知道 我跟小雪没关系了吗 更 更何况 我还不想这么早进入爱情的门路 你啊 也看到了 我这个孙女啊 又漂亮 是 又贤惠 又优秀 又是我们楚家的独生女 哎呀 你要是娶了她 就等于娶了我们楚和整个集团了 那你以后的人生可就逆袭了 你也太幽默了 那就算我愿意娶 也得小雪一架呀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反正你得让我的孙女心甘情愿的嫁给你 这样我才能把玉佩交给你 看来我要拿回玉佩 就只能同意这门婚事了 可爱 蛤蛤蛤蛤蛤蛤 vic 三碗水间成一碗水 姨父要吃一天一天吃三次 持续一个月 加以針灸 你没有的病 我得你连遇 谢谢你啊 凌晨 说起来多亏了我孕孝 在大街上随便找个人 假扮男朋友 竟然就遇到了个神秘 治好了我爷爷 对了小雪 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告诉你 什么事啊 这是我和你的婚姝 所以和我定下婚事的人是你 蜀小姐 我知道你一定也不愿意嫁给我 毕竟有哪个女人 不像我轰轰烈烈的爱情了 那就算不轰轰烈烈 也有两情相悦 而不是被人强行撮合到一起 强扭的瓜虽然解渴 但是 我不便宜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爷爷会给我和你定下婚姻 他一定让我履行婚姻 但是现在 我确实不想 不是 你意思是我去拒绝这门婚姻 不是 蜀小姐 我承认 你长得确实很漂亮 能娶到你 肯定是我 莫大了 但是 娶媳妇 也不一定要娶特别漂亮的吧 那也那两个人你请我怨 合得来 你说是吧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 怎么 我不配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这次来储家是想拿回薛老爷子送回来的玉佩 只有拿到了玉佩 我才能知道我的身世 这件事我说了不算 还是得问过我爷爷 王公益 王公益 明晨啊 你刚刚不是已经答应我了吗 老爷子 我们俩之间根本没有感情 您总不能看着您的亲孙女生活不幸福的 小雪啊 你是怎么想的 明晨 我要跟你结婚 呵呵呵呵 老婆子 我在病床上躺了这么久 很想出去晒一摘太阳 你能留我出去呢 我们刚刚不是已经说好了 你怎么 我父母早逝 是一个奶奶把我拉扯大的 我不想让爷爷失望 更不想让他伤心 所以我会和你结婚 形式上的婚姻 你是说 假结婚 对 有名无实 呃 不行不行 我还要娶老婆呢 这一领证 我就成了已婚男人 那请不管他 你不是想拿回玉佩查详身份吗 三个月后 我就跟爷爷说我们性格不合 到时候你也拿回了玉佩 我也不算辜负 三个月 那既然是假结婚 除了在家里面假装夫妻以外 我其他的活动 你可不许干事 你只需要在爷爷面前 配合我演戏就好 其他我不干事 你去泡吧也好 聊妹也好 都跟我无关 只有一点 别在爷爷面前暴露就好 成交 好啊 好啊 这回就好了 我原本担心啊 哪一天 我和小雪在哪里走了 小雪没人照顾 这回小林你来照顾她 我就放心了 爷爷 你瞎说什么呢 你肯定会长命百岁的 是啊 我还等着你们给我生虫孙子呢 爷爷 小林啊 你知道 我就这么一个孙女 我知道你很有本事 老头子我别无所求 只是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风浪 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家的小雪 行吗 爷爷 您放心吧 既然我已经和小雪结了婚 那她就是我的妻子 我一定会保护好她 有你这句话 爷爷就放心了 爷爷还有一件事 请你帮忙 您说 我想 请你到小雪公司 给小雪减轻一些压力 爷爷 我自己一个人去公司可以 爷爷知道知道 你很厉害 我呀 只是想 不让你那么辛苦 那么累 有小林帮你 你也会有些时间 来陪陪爷爷 万一哪一天 爷爷要是走了 陪陪陪爷爷 你说什么呢 我 我答应就是了 好 好 还不知道去了公司 要面临什么样的情风缺雨 哎 婚没退场 领了个证 谁雇你们来的 说 胆子够大 敢和我们这么熟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吴家俊吧 我不知道你得罪了谁 老板下的命令 我只负责执行 那你们想把我怎么样 打一顿 废了吗 还是直接 拿刀砍死我 你还挺有觉悟的 别着急 咱们啊 慢慢 这 林晨 他可是我们公司三大顶尖高手之一 能死在他的手上 也算是你的福分 你这身法可以 你不下场乐一场 大哥 大哥 我就是听令办事的 你想知道尽管问 就求求你饶了我吧 你倒是还挺实误的 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我叫赖一亮 来自黑厨公司 我们表面上是一家老公司 其实啊 是在背地里接些私 我们老板叫李元文 人称文格 我就是他的助理 昨天嘛 文革吩咐来办这事 还说要全程录像 说是客户小组 不过我真的不知道雇主是谁啊 毕竟你就是个小狗狗 那个人的功夫还挺不错的 你刚刚说他是你们集团三大顶尖高手之一 那另外 他叫马定 外号快刀 另外两个是铁拳周明浩和恶鬼陶昆 他们并称黑竹三爷 他们并称黑竹三爷 不过 他们都没有你能打 看在你这么配合的自然 我可以找你 不过你得帮我带句话 大哥 您尽管吩咐 有人向他买我的命 按道理来说 他动什么 我现在就应该过去犯了 不过 我可以给他一次机会 三天之内 如果他干掉雇主 那么这件事就算了 三天之后 如果雇主还活着 那不好意思 他得 大哥 您的意思是 文革和雇主 这 只能混一个 回他们的份 滚蛋 谢大哥 谢大哥 雇主和我只能活一个 口气倒不小嘛 是的 他就是这么说的 而且 那小子下手是真狠的 三两下 就把马定他们 打到地上 啪子起不来了 下手狠 我看看他 能不能狠得过这 这小子有胆子来 老子就在这等着呢 大哥 您说这事吧 咱们终究是受人之托 那小子 看起来就是一条过江龙啊 咱们有必要自己扛吗 你懂个屁 吴家和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 多少业务是交给咱们做的 难不成 你让我杀了财神爷的儿子 以后还想不想赚钱了 你马上给恶鬼 还有铁拳打电话 让他们回来 失去率不好都不敲 这小子既然要来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他 正好 解决了他 说吧 对为父有什么安排 销售部吧 管理轻松 适合偷懒 嘿 等我 进来 他去把资料复印一下 这样 我的 好 他 我不是 我不是 你 你 那 我 你 我 我 我 小雪 你这销售部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被针对了 忘了跟你说 销售部部长是钱家的人 钱家是公司第二大股东 和楚家水火不容 我和人事部打了招呼 他们应该是把你当成我的人了 你这不是在坑我吗 搞了半天 原来我就是那背锅下成精了 呆不住你可以辞职啊 但是你得自己回去跟我爷爷解释 我能呆不住 笑话大不了百乱 谁怕谁啊 反正我不在乎 凌晨是吧 这些报表下发之前 全部都要给我录到电脑里 忙着呢 这小子怎么了 上午不还乖乖的吗 你刚来 这些文件能够让你快速的熟悉工作环境 赶紧去 我不需要 我警告你 下班前 这些文件要是没录完 后果自负 李先生 打扰了 我是温玉安呐 您能不能帮我救这个病人 干干活干活 情况紧急啊 好 把地址发过来 我先过去 你今天要是赶走 你兴致又开除你 开除你 老子告诉你 老子就是关心乎 想要开心 你听我们主件什么 不敢 不敢就别逼你 温神医 我父亲怎么样 莫老先生 气血紊乱 我脏瘦死 这是受了内伤 你能治吗 我治疗内伤 并不散场 只能是尽力一世 您是天下名医啊 何必尽力一说 您要是能治 您就说 您要是不能治 我就另请高明 别耽误了 父亲伤情啊 温神医 你给句话呀 能治是不能治 您要是治好了 我肯定不会亏待你 但您出手要治不好 我可不会就此算了 温神医 您说话呀 您今天必须给我父亲治好 您要治不好 这温家医贯 你又别开了 你能到底来治病呢 还是个威胁人的样 我一定自然不进去救治 这哪有你说话份的 告诉你 今天必须给我父亲治好 要不然 我让你们温家伙生贷名利 这求医续命我倒是见过 协医续命 还真是头一会儿 真是开了眼 爸 爸 感觉怎么样吧 好多了 刚才你把我憋死了 他暂时没事了 竟养鸡呢 这份药一天吃三次 你父要吃两天 一共吃三次 你父亲的病 便不及了 谢谢林先生 除了这两箱钱 这张卡有五百万 请你无比收下 钱就不必了 请你们离开 玉安馆这座庙小 装不下你们这些大夫 就算你们以后再来 我们也不接待 你知道我是谁吗 敢这么跟我说话 信不信只要我一句话 这玉安馆他明天就开不了 所以呢 我就该把你捧着 对你毕恭毕敬 我知道 你要么有钱 要么有权 要么有钱又有权 但是那有 不是你家大理了 就要看你脸色 你谁啊你 莫先生 这位是林晨 哈以市民医生 论实力 远在了之上 哈 初出忙碌 不是天高地厚的小子 温医生 看来你是治不了 你这四大名医的水分 也不少啊 看来这温家医馆 也不用再开下去了 我们走 看来你们是这么着急 凡真旁还有书 你吓唬我 我没吓唬你啊 温在那边 你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走了 莫先生 林医生的医术高举 比我可厉害多了 莫老先生 伤得很重 你现在要是换地方的话 先不说 能否找到 有能力救治的医生 光是时间上 你就耽误不起啊 虽然 我的医术 没有林医生好 判断不出 准确的事情 但是 据我行医多年的经验 老先生 要是不赶紧救治的话 怕就挺不住了 你能治好我父亲 当然 那请你出手 救救我父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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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来 你怎么知道就没有求我的一天 求 你知道求子怎么行 求医问药 你懂是什么 我不求你我们被死 但是你要不求我 你父亲刚才就得死 纵使你有千亿资产 那又如何 君伍 道歉 爸 我 林先生是我的救命文人 你怎么这么跟人说话 我 我医生死在林医救人无数 众人的治保我的病 那是我的命 哪有逼着医生打保票给病人治保的 中国天下的病人都像你这样 那大夫还怎么给病人治病啊 我这不是给他酬劳了吗 是他自己不要的 道歉 我就看你在天上飘的太久了 都不会跟真常人说话了 你爹 温医生 林先生 对不起 刚才我太着急了 语言上都有冒犯 还是见谅的 你们走吧 爸 林先生 今天你救我一命 等我身体康复了 必定登门拜卸 登门拜卸就不必了 以后也不用再来了 预安馆不是我的地方 我就是凑巧过来帮我 今天触手 对你林先生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那可是实实在在的救命之恩 林先生 这张卡 请你无比收下 没别的意思 就是一点诊费 医生治病救人 本来就应该收诊费 行 这靠我收下 林先生 我是沃大侯 是红象集团的老师 这位 是我的儿子 沃京 林先生 今后在平江有什么事情 请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会鼎力相助 坐吧 温老 这个红象集团到底什么来讨 莫军武拽的跟个258万似的 这红象集团 涉足医疗 生物 药品等多个领域 算是这个行业里的龙头 光他们空股的医院 就有好几家 再评价 红象集团的影响力 是非常大的 包括让月安广关门 他还真不是吹牛 凭他的地理和能力 哪怕我挂的神医的名头 他要想让我在平江混不下去 真就是一句话的事 那这里的钱别人败 我什么也没做 您还帮我挽回了名义 我说林先生 您就别再看我这张老脸了 行 那我就不吹了 走了 刘先生咱们看 好 我送送你 爸 我知道这个凌晨医术很高 但是咱有必要做到这个步 温宇安无法治疗我 不但但是因为他医术不高 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人 不是知识人 没有内疾 所以无法划解我的内伤 内疾 你说凌晨他是修行者 凌晨能治内伤 说明他也是修行者 如此年轻 挺力便有熊猴的命 说明他天赋真远 而且必定会有厉害的师父 想到 林辰今天救我一命 就是恩情 同时也是个机会 他今天出手 完全是为了温宇安 你给他五百万 他都不要 说明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心是钱财的你 这样的人 你要跟他交好 只能有真心 我明白怎么做 另外 为了防止那个人 再对我动手 你再给飞龙公司打个电话 让他们派最厉害的高手过来 加钱随他们开 好 我这就得行 楚总 你看看他凌晨 上班第一天就敢公然打领导 都把我手打成这样了 哎呀 我最讨厌背后说别人坏话 哎呦 还挺爱惜自己的嘛 还打了个石膏 要不 我帮你看看 楚总 他第一天上班就无故矿工 必须开除他 楚总 他第一天就敢无故矿工 必须开除他 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我和温家医院签下的采购合同 一千八百 我出去啊 签合同去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钱总 莫非你想刁难新员工 不不不不不 楚总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还是不敢有这个意思 林辰 你刚入职就签下了这么大订单 我决定升你为销售组长 哎呀 哎谢谢楚总 你放心 我保证以后一定会多多努力 多向钱总学习 签总 行了 这下开心了 上班第一天就把人家胳膊都掰断 我又不是故意的 第一天上班就签下这么大订单 90万给你提升 这么多 哎呀我要钱没用 都拿到你卡上 再说了 我现在吃你的柱子呢 嗯 就当是房租了啊 我给你买辆车 那就开吧 这被富婆包养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啊 哎 但是好喜欢啊 这女人可真是够辛苦 都几点了还在买 有事儿 没什么事儿 就是看这么晚了还在忙 过来关心你去 这家伙也会关心人的吗 公司的事儿 对明天要开股东大会 所以有些东西得准备好 你堂堂一个公司的老总 准备东西的事儿应该交给下属做才别 公司竞争如同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要想继续发展 就必须得拓展新的盈利点 所以我准备收购一家药厂 正式进军医药行业 但是很多股东都没有危机感 认为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也就是说明天的股东大会 你要试试他们 嗯 我们楚家在集团占股只有25% 如果支持者无法达到51%的话 这项提案就没有办法通 楚家占股无非四分之一 至于你这么劳心劳力的为公司操心卖兵马 他们一帮大卧赢了就这样的态度 把公司发展的重要责任交到你一个女人的头上 大不了你卖股撤资 另起炉灶发展自己的事业 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 楚河集团是我爸爸的心血 如今落到我手里 我必须把它经营好 而且现在还涉及到家族的一些其他事情 我没办法也不能说放弃 这样 那就想办法收回他们自己的股 你说的倒是轻巧 公司发展良好 每年有不少分红 谁会想要卖掉股份呢 我想收购他们的股份 他们还想收购我的股份 再说了 如果要收购26%的股份 至少得好几个亿呢 我可拿不出那么多钱 哎呀 没关系 办法总比困难的 谢谢你啊 我现在心里好说多了 你那是什么表情啊 你对我笑了 这是你第一次对我笑 你赶紧工资 你赶紧工资 你赶紧睡觉去吧 我还得工作呢 行 我这就走 不过小雪 你没事就要多笑笑 不要老是板着个脸 在家里面啊 不需要维持你公司老总的形象 你笑起来真好看 大哥 刚刚黑主来报 他们没有顺利干的凌晨 废物 但是文哥刚刚说了 已经叫了铁拳和恶鬼回来 凌晨闭死 只要干掉这个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凌晨 楚家雪就是我的囊中之物 有了楚家座考山 评讲师 就是我吴家俊的天下 林先生 请 林先生我们到了 哎呀 不愧是豪宅别墅去啊 这安保水平可是真高 呃 这些不是小区的保安 是我中英聘请过来 保护我父亲的 啊 是有人要对你们不利吗 我父亲受的伤 是昔日的一个仇家所谓 如果不是他想让我父亲 在绝望中一点点死去 恐怕当时就死了 啊 这也是今天在家宴请林先生的原因 我怕我父亲出行在外 遇到危险 请林先生见谅 不碍事 走吧 爸 林先生到了 林先生 大家光临有事远迎啊 莫先生久等了 请坐 这么丰盛的菜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哎 这都是家常便饭 我们随便吃点嘛 今天我正好来了 啊 刚好给您复诊一下 哎呦 那好啊 来来来 您的身体已无大碍 待会儿啊 我再给您开副药方 调理身体 那就多谢林生医了 您客气了 那咱就别客气了 林先生 请 来来 请请请 好 小心 小心 莫先生 那个人又来了 我们挡不住 我带你们从后门先射 什么 爸 林先生 先别说了 快跟我走 走走走走走 快开车 poles df 沐先生 你们先走 我们拖住他 啊 有些事情啊 终究是要有个结果的 抱歉林先生 让你置于危险 此事与你无关 请走 莫大虎 之前是你命硬 居然被人救了 我就看今天 谁能救得了你 少师姐 你想杀的是我 我满足你 我不讨 但是得有一个条件 你得放过我儿子 想逃 你能讨得最爱 一天不光你 你也穷你 上师姐一个疯子 当初是我爸带你出去闯荡 一起做生意 你自己走了邪路 还要坑害我爸 我们家念在旧情 不伤你性命 你不懂得本人就算了 还变本家里 又坑害我一家 你还有没有人性 你才跟我讲人性 你爸孩子 我在监狱待了二十年 怎么就二十年 你说他这二十年 我是错的 我明天在监狱里 人家当中做 我苦练了二十代 才学的一摘五一 今天我来 就是这捶你们一家的狗命 不连二十年也算是有红心 可惜了 白脸 哪来的黄毛笑 就你 也想替他认出他 今天算你倒了 跟着墨家人 一起去死吧 墨先生说的果然没错 你确实是个疯子 说我是方法 去死吧 去死吧 林先生您没事吧 我没事 他伤不了我 幸好今天请了林神医 否则 今天我们全家都要设在这 林先生 我跟您解释一下 今天请您到家里赴宴 就是为了爬到外面 会遇到危险 我们实在不知道 他今天会出手 实在没有设定您的意思 莫总无需多言 我能看得出来 那他怎么办 这个交给我墨家处理就好 绝对不会牵扯到您 如果有需要 您随时联系我 我们墨家会替您善后 林先生 谢谢你 你先前替我之伤 就有我一命 今天又救了我和军武 今后林先生有任何事情 尽管吩咐 我们墨家 必会报答你林先生的大恩大德 我还真有一件事情 想拜托莫先生 公司发展到瓶颈要突破 必然要尝试全新的行业投资 找到新的盈利点 希望大家都能支持 这次的投资计划 收购林海第六支药厂 那可得不少钱 我们公司的账面上可没有那么多的流动资金 贷款的话 公家 对啊 贷款 会给公司增加多少负贷 目前公司的发展非常的稳定 何必那么着急呢 负责卖大了 那可是会缺着蛋的 一群断食的老东西 惩事不足 败事 这样的企业 真的有前途 钱总 您怎么看 我们呢 都听你的 钱不易从来都和我唱对台戏 甚至为了反对而反对 他只要一开口 这件事多半怕是困难 初总啊 我有几个问题 你说 收购林海第六支药厂 我和他们董事长谈过 随时可以签 我有信心 在三亿内成长 我们需要贷款多少 前期 我们可以从公司抽掉流动资金 我们差的 费多了 贷款那边可有谈妥 我和几家银行谈过了 贷款两亿 没有问题 咱们公司需要发展 确实需要不断拓展业务 我可以支持你 但是贷款两亿 外加抽掉公司资金 这对咱们公司的影响 确实非常大 如果投资失败了 如果我失败了 说明以我的能力 不足以领导公司 我会辞职 好 我支持楚总的决策 你就挡着辞职吧 秦哥 这事你怎么想的 放心吧 我呢 跟银行已经打过招呼了 他你的小姑娘 翻不出什么浪的 合同一签 订金一付 银行贷不出款 到时候 不计钱拿不出来 还面临高额的违约金 您再承认完成贷款 并购 就能一举 将储家彻底踢出去 您这一生 漂亮 哈哈哈哈 走吧 走走走 什么 我们公司贷款办不下来 为什么 喂 喂 喂 李行长 我们 林医书 现在去查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贷款 会被银行拒去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搞 好的 楚总 我现在就去 不用查了 整个平江市 没有银行判贷款 给你楚家隽 你家隽 你来干什么 出去 都老熟人了 这个态度 况且啊 给你带个礼物的 楚河集团 马上就会被查办 李大雪 还狂呢 楚家隽 还狂呢 楚河已经穷途末路了 自信练断 企业停业 查办 不出十天 楚河得破产 是你搞的 才知道 现在知道也不 不过呢 能给你个机会 只要你现在 那些人求我睡过了 我会放回你的 你做梦 楚总啊 你给我睡一晚 我帮你把这件事解决了 并且 告诉你幕后指使的人是谁 不是可以 如果你不同意 绑着楚河分崩离析吧 这呢 是一个教理 你可以选择同意 也可以选择不同意 这选择权骂 在你的手里 就算是楚河分崩离析 我也不会帮你 你没关系 我没什么损失 不过呢 你在九泉之下的父亲 他是会很同心的 他一手创办的楚河集团 没想到最终败在自己女儿的手里 还会很痛心脏啊 不是 赶快出去 妈的 回家去 孩子还在这儿 跟我弄情包呢 还当自己是省城楚家大小姐呢 走 我告诉你 楚家现在已经是楚少爷的 今天就是楚少爷让我来睡眠 不行得睡眠 开着直播给他看 来看镜头 看着镜头笑一看 对笑 为什么 出来上班是求财的 只要你当做今天没来过这 我给你一百万 两百万 三百万 五百万 我这 说 谁让你来 四天 楚天忆 那你们干嘛 他让我拿着心意 你来逼楚家一个恨我傻子 让我拍视频 放在网上 灵晨 就这么放过他了 杀人是犯法的 没那种垃圾所了 我不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吴家军 你非死不可 黑竹公司 还是挺好找的吧 你好 我找李总 此路不通 滚 这么宽的路 我觉得它是通的 那你过去啊 是 真他妈是阎望好界 脚补 给我干哪 走 给我干哪 走 李总在办公室等你 请 铁拳和恶鬼都在 再加上外面几十个大手 李良文这是在守株待兔 不是猛龙不过江 兄弟这条过江龙 今天恐怕要蛇在这儿 变成蔡青虫了吧 李总的阵仗可是不行啊 不过单凭他们两个 吓唬吓唬小孩还可 可保不住你 臭小子 你很嚣张 信不信一拳打爆你脑袋 嘴巴够硬 希望你能一直这么硬 待会儿给求饶 李总 我就问你一句 我拖赖衣料向你传的话 你知道了吗 知道 我和他 我能活一个 看来李总 似乎不太相信 我想到一个 更好的办法 你想不想听一听 信尔公听 那就是你 去阎王的报道 只有你死了 那就皆大欢喜 什么事都没有了 你觉得怎么样呢 好主意 所以今天李总准备这么多人 原来是一场 胡人 少跟我啰嗦 你小子 这老子的地方 是龙 你得给我盘着 是虎 你也得给我 扒着 下狼子 老子出来混社会的时候 你还没出生呢 人好好活着不好 为什么非要去死 既然做出了你的选择 那我就成全你道 给我杀了他 给我杀了他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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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我劝不老板 可是他不听我的呀 我毕竟只是一个助理 我也没有办法呀 大哥 我也是受他人指使 奉命行事 求求你 饶了我这一命 饶了我 大哥 我可以替您收拾 这里头残局呀 你确定你能收拾得了 能 我能 大哥 您把这里交给我 您不会有任何的麻烦 李良尔死了 可是雇你们杀我的人 还活得好好呢 大哥 只要我听一句话 我这就是弄死的 所以雇你们杀我的人 到底是谁呀 所以雇你们杀我的人 到底是谁呀 吴家俊 是吴家俊 吴家俊 吴家俊是你们黑竹公司 背后的大人 不不不 吴家就是个 做房地产开发的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黑竹公司的背后呢 是澳天集团 澳天集团 大哥 您不知道澳天集团 哎 这澳天集团啊 是平江首屈一指的房地产 屹次 吴家虽然也是做房地产的 但是和澳天集团比起来 那就是小屋见大屋啊 也就是说 他是澳天集团养一跳 对 要是开门董 让要谁要谁 这李良文呢 原本就是跟着澳天集团董事长 赵一恒混了 这赵一恒做大了之后呢 就让李良文开了黑竹 笼络打手 替他呀 在背地里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 大哥我还得看住 现在李良文死了 那赵一恒是不是得替他报仇了 大哥 这事我还真说不好 这毕竟赵一恒怎么想李良文 只有他自己知道 所以 吴家虽 三天 大哥 您给我三天时间 我一定让吴家虽死无葬身之地 好 那就三天 还是老规矩 要么你死 要么他死 要么你买一张机票 滚得远远 反正我也没空 不不 大哥 我的一切都在平江 这除非我死了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平江的 好 有消息给我打电话 好的大哥 您慢走啊大哥 全部都给我让开 大哥我就不送你了 我还得回去收拾残局 好 不 好 怪之怪你 得罪错了 大哥 事已经办妥了 好 我知道了 接下来就是赵家赵一恒 等到这些马前卒都死光了 躲在背后的人 就该出来了吧 楚总 以上便是公司的财务情况 如果再没有资金注入的话 不仅员工的公司发放会出现问题 就连我们的生产线 也会受到波及 可能会有停产的故事 楚总 之前你信誓旦旦的说会解决问题 可如今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你好像 根本什么都没有解决啊 当初我就说过 公司卖大了 会扯着蛋的 可楚总 你就是不相信 你就是不相信 现在把大家都带进坑里了 都起过来了 这下好了 就是 如果不收购药厂 就什么事都没有 现在倒好 真是乌漏偏逢 连夜里啊 我们楚河集团发展得这么好 居然都带不下来款 楚总 那能力有问题啊 忠旧啊 年轻了 嘴上无毛 战事不揉 楚总 您可是承诺 如果出了事情 你会负起他 如今事情都这样了 您准备 怎么做呢 懂 辞职吧 楚总 之前啊 您可是立过决定状 如果办不到 就辞职的 公司已经到了重要的生死存亡时刻 我们不能再任由你任性下去了吧 我们可得为全集团负责任啊 是不是 辞职吧 对 辞职吧 如果你解决不了问题 就不要坐在这个位置上吧 辞职吧 辞职吧 是 我是说不会解决资金的问题 如果办不到我就辞职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我 林晨 这里是公司高层会议 你闯进来干什么 出去 我在门口碰见了这个人 说是 找初总有急事 我打听到初总在这里开会 准备 莫军武怎么来了 莫总 这是我们公司的内部会议 您不便参与 不是这样 你有什么事情 等我们会议结束之后 咱们详谈 我今天来 找途总签订贷款合同 不要你签字 两个亿 马上到账 莫总 我之前好像没有联系过你 但是我知道你 我也知道普货集团 急需一笔贷款收购要差 如果没有这笔钱 普货集团岌岌岌可危 所以我来了 莫总 您为什么要帮楚河集团 有什么条件 没什么条件 这笔钱跟银行贷款一样就可以了 我带着御师 合同马上就退遍了 您能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 你父亲曾经帮过我 没有他 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可惜 楚先生一年早逝 我没什么机会报恩了 现在帮你 也当是还楚先生一个恩情 万万没想到 事到如今 还有人送钱上门 一旦资金问题被解决 就再也没有理由 让楚家雪下台了 赵义恒一定不会饶了我的 好 签 现在就签 不过 我丑话可说在前面 这个合同如果要签了 钱如果到账 就当我之前什么话都没说 但是如果这份 合同签了 钱如果还没有到账 你还得辞职 我还得辞职 好 我就在这 当着你们所有人面前 谢谢 喂 那两个亿可以打款了 初总 钱应该已经到账了 初总 钱 两个一到账了 谢谢你 莫总 林辰 这件事是不是和你有关 赵老 事情经过的就是这样 今天莫军武他突然上门 现场签约 现场打签 我根本都没有阻止的机会 废物 太让我失望了 养你这么多年有什么用 赵老 我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去做的 但这个林辰很邪门 只用了几天就挤走了销售组长 今天莫军武上门就是他亲自领进来的 林辰 对 就是他 而且这个林辰还很能打 我这胳膊 就是他弄什么的 我带 阿龙 进来一下 老板 你找我 叫什么 我报告箱 你们四个 我干掉一个人 我们四个人一起出手 谁啊 林辰 他呀 我一个人出手就行 哪里用得上四个人啊 小心使得万年船 记住了你们四个一起出手 给我干定了点 好的老板 回来了 回来了 莫总的投资 你帮忙呢 你说啥呢 莫总的这笔钱 是不是你帮忙联系的 这么多年 我可从来没听我爸有这么个朋友 而且也没有联系 大姐 两个亿呢 你觉得 我有这个面子 哪有那么巧合 你就告诉我 是不是你 哎呀 真不是我 今天早上我去的晚 在门口就碰见他们了 他们说是有关于贷款的事情 我就把他们直接带进会议室找你们 是不是我信你听了 这个 就当做你们的奖励 玉绍 吴家俊死了 吴安便卖了所有家产 带着情妇和私生子跑去国外 有点意思 谁杀的 吴家俊称是半夜登山望月 意外追压身亡 显然是托辞 因为吴家俊两天前 曾被警惕送医 疑似被高手用特殊组组织杀 说结论 还在追查 不过黑竹集团出面 暗中清理了吴家俊的死亡签索 根据现在的消息 数大判断 应该 有修行者暗中帮助出去 修行者 修行者 原本以为吴家俊对付楚家雪不够信守年来 没想到居然翻车了 看来我那堂妹确实有点本事 竟然那猛乐的修行者给她卖门 看来长得漂亮 确实有点本事 玉绍 接下来 我们怎么做 基于协议 我不方便直接对她出声 否则 会被家族内部人员攻击够 不过 有修行者暗中帮助 用普通的方法对付她 也没什么意思 这样 你去一趟赵家 告诉赵一 只要她能灭了楚河集团 毁了楚家去 算我楚天宇欠她一个人情 是 看来我们还得多待一段时间 就等出来旅游了 反正你也不愿意待在大家族里 凡是你了解我 家族里事情太多 老人家也多 待着压抑得很 不过有一点我现在可以了解 就是我那位 未见几面的唐叔做出的抉择 不过她太弱 她不了解 在修行者的世界里 弱便是最大的原罪 好香啊 兵姨 你这厨艺可是越来越好了 这可不是我做的 这是林先生亲自下手做的 这厨艺我可比不了 凌晨 凌晨 可能居然还会蹭饭 来喽 坐 快坐 快尝尝味道什么呀 好吃 没想到厨艺竟然这么好啊 你这还凑合吧 做些家常菜还行 没什么说二个 爷爷 你也赶紧尝一个 不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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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给我做饭还要送我上班很反常啊 哪里反常啊 还不是因为你昨天晚上亲我一口 我母胎单身二十多年谁能说得了 害得我情不自禁便舔狗 你今天给我做饭还要送我上班 很反常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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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却一定能够一拳打死野牛 同皮疾狂 竟然被凌晨给秒杀了 一起上 别阿龙暴冲 赵一鹏让你们来呢 赵一鹏让你们来 是 我们是老板的保镖兼打手 外人称我们的四书兆 你们老板家里有多少个人 住在东山别墅七楼 还有几个保镖 家人都在省城 因为他有很多业务都在省城 大哥 您有何吩咐啊 打听个事 赵一鹏是不是有四个打手 被称呼为四凶兽 是啊 四凶兽跟随赵一鹏多年 实力很强啊 是他们吗 这四凶兽竟然都在了 下一个是谁啊 赵一鹏 这凌晨果然是不能得罪啊 是的大哥 就是他们 是阿豹 阿龙 阿虎 还有阿笑 对他们四个没错 现在他们四个都死了 你能处理吗 他们都死了 他们是澳天集团赵一恒派过来 准备干掉 毕竟我之前杀了他的人 也算是打了他的脸 你的人生 都是如此惊险刺激的吗 动不动 就是被杀和杀人 我从不主动杀人 但如果要是有人来杀我的话 我也绝不信此手段 毕竟 我这个人吧 别的不会 杀人和救人的手段 你还不害怕 你还不害怕 不怕 我也说不清楚 像是恐惧 又好像是兴奋 就是那种心脏冷跳 身体忍不住的在颤抖 好像身体本能在害怕 可是精神又觉得无比刺激 无比亢奋 就那么几个瞬间 我感觉 我仿佛一下子都要习惯了 冷静一下 他们是来杀我的 我这是正当防卫 而且他们的手上 不知道沾满了多少无辜人鲜血 我这也算是为民除害 你也不要因为我杀人 有负罪犯 我也没什么负罪犯 我就是很很 很什么 我 我 凌晨 我对你真是越来越好奇了 以后你不想说的话 我就不问 我相信你 你这么信任我 该不会是喜欢上我的 要知道一个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 就是从依赖来的 大哥 大哥 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没什么事了 辛苦你了 早点回去休息 不辛苦不辛苦 能为您效劳啊 那是我的荣幸 大哥 你以后要有什么事啊 就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二十四小时被命 好 好的 那我们先走吧 大哥再见 大嫂 大嫂再见啊 你你先下去 你要去哪 去 回礼 来一辆 把赵一横递着翻 哪儿来的乳胸未干的小子敢在这儿撒野 凌晨 你也太不把我们赵家当回事了吧 你们赵家真是上蹿下跳蹦打的力 既然你找上门来了 那咱俩就新账旧账一起算 好啊 正由此 你们两个谁先试试 你们两个谁先试试 林晨 你个乳胸未干的臭小子跟我赵一横斗 你有这个实力吗 过来啊 哈哈 吴先生 那就麻烦您出手 把他给我废了 林晨 我要是伤了你 你可别后悔 有两下 吴先生 直接给我杀了他 按之前谈好的价一千万 再加百分之五十 好 成交 小子 你命不好 下辈子投胎 你投的好点 看你刚刚的招式 是秦林五家 我是五家人 不过离开五家已经多年 跟五家实则没什么关系 怎么想派交情 那可不行 我这人活的现实 是认钱 既然赵家已经出钱 小子 你就认命吧 五家人我倒是认识一个两个 但是不熟 不过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哈哈哈哈 我没听错吧 你 给我个机会 你现在马上滚蛋 我可以饶你了 但你要是动手了 你那些没花完的钱 就留到地下方 你那些没花完的钱 就留到地下方 让我滚蛋 臭小子 你练了几年 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吧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 你觉得你行 那就来吧 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得太快 黑蝎掌 如此陰险的掌法 要是被五家人知道 怕是要费了你一身修行了 胡说八道 死 不可能 你如此年轻 怎么会有如此深厚的内密 最久 你可以留到陛下去了 不可能 不可能 难道你达到了化气为钢 钢气护体的地步 还不算太本 不用当一个糊涂鬼 到你了 到你了 好 算你厉害 今天我热灾了 你话说个道 这个事怎么才能了 你之前工人对我动手 又雇凶杀我 如果不是我有本事的话 都已经死了回来 你说这事怎么了 哎 林先生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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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给你 咱们好好谈谈行吗 行 过来呀 多有些疑惑 想让你帮我解答一下 那个 林先生 阿龙他们呢 他们想让我下去 我就先让他们下去了 林先生 我正栽了 您开个价 让我赔偿多少 你为什么要针对 楚河集团的女总裁 楚家训 你和楚家或者她有仇 你和楚家或者她有仇 楚 楚家雪 我听钱不易说 您是楚家雪介绍进入的 楚河集团 您和她什么关系啊 你好像没有搞清楚 要不 我让你清醒清醒 我和楚家没仇 这不有人跟我做了个交易吗 嗯 几个月前呢 我这不参加一个项目的竞标会吗 就有人找到我了 说让我毁了楚家雪 这个项目就能让我竞标成功 啊 一开始啊 我当然是不信了 没想到她当住我的面就是一个电话 十分钟之后 这个项目就内定是我了 那我不得信守承诺吗 就让那个钱不易 从内部去 罚解楚河集团吗 贷款的事情也是你在背后搞的鬼 商场录战场嘛 我这么说也没什么不妥吧 那让吴家进录视频的人也是女人 哎哎哎哎哎 这个可可不是我做的啊 是我做的我都认 如果说您是为了楚家雪出头 您说赔偿多少我都愿意 保证以后再也不找楚家雪麻烦了 那你怎么向你背后的老板交代 那我刚才会的是我的命啊 为了他我丢了命 不值 所以背后的指使者 到底是谁 这 楚家 楚天宇 这个世上有些人锦衣玉食 有些人穷困潦荡 但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裕 有一件事是公平 大家都只有一条命 你想要我的命 那我现在就要 林先生 您千万别杀我 我给您一个亿啊 钱可以让很多人给你卖 但此刻却买不回来你的命 你呀 就下去好好唱 我 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林先生 感谢您的不杀之恩啊 以后再平江 不管您遇到什么事 您尽管分布 我赵一恒 因为林孝全马之劳 张嘴 这个毒药呢 三天发做完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把楚天宇这个缩头乌龟 给我带来平江 我要亲自接 我说 昨晚你就睡在这儿 我昨天晚上去办了一点事情 回来的太晚怕吵到你 所以就睡这儿了 公司的麻烦 是时候和楚家雪 开诚不公地聊一聊了 我可以帮助他 就当是偿还人情 但是至少得先了解真相 我得到消息 赵家被人指使要坑害你 所以我就去了赵家 然后又从赵家口中得知 指使赵家的人 是楚家的楚天宇 刚好你也是楚家的人 所以你知道他吗 楚天宇 果然失踪 楚天宇 果然失踪 到底什么情况啊 楚家是个大家族 内斗很激烈 我父亲楚松青 是楚家二代中最接触的 也是同辈中公认的 最有希望 能成为楚家家主的继承人 他最大的竞争者 就是如今的楚家家主 也就是楚天宇的父亲 楚松丰 但是后来 我父亲违背了家族联姻的意语 执意娶了我母亲 慢慢那些家族里支持我父亲 并改为支持楚松丰 我父亲没人支持 在和楚松丰的竞争中 逐渐处于下腹 再后来 我父亲带着我母亲 离开了楚家 在一次旅游途中 遭遇了袭击 我父母 接丧了 所以是 楚松丰干的 毕竟 只要我父亲活着 对于楚松丰来说 就是最大的威胁 以他的性格 势必会斩草除肯 消除火火 可惜 我没有成绩 你父母都死了 他们还不放过你呢 我父母死后 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女孩 他们楚家人 之前并不是很在意我 但自从我接受了楚河 他们就慢慢地开始对付 我已经感受得到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哎呀 看来啊 生在大家族呀 也不是那么好 是吧 连普通的生活都过不了 所以 你这么努力地 去经营楚河集团 是因为 这是你父亲 留给你唯一的遗产 是你父亲 留给你唯一的礼物 还是 你有其他的打算 你有其他的打算 两者都有吧 楚河集团 是我父亲离开楚家之后 亲手创立的 我不希望它消失 另一方面 我希望楚河可以雄霸一方 这样 我就有时间和精力 去调查当年的事情 给我的父母报仇 我知道 这个想法很难实现 毕竟楚家 不是靠前就能打倒的 他们想要抹杀我很容易 我最好的选择 就是卖过楚河 拿了钱 离开平江 甚至出国 永远不再和楚家 有任何牵扯 但是你肯定不会这么干 否则你会留有遗憾 肯定会不甘心的 对吧 确实不甘心 但最近发生的事情 让我又在反思自己 何许 以我的能力 足以让企业壮大 但却没有能力 能与他们的阴谋 轨迹抗衡 上次 吴家俊和钱不易那些人 就是受了楚天宇的安排 现在还有个照一号 可见 楚家是不会善罢恨休的 你等我一下 啊 凌晨 你拿着玉佩走吧 不要留在平江了 以免把命留 果然 这种事 谁都不愿意插手 不过也好 凌晨 这样 你至少不会被我连累 还能活着 哎呀 哎呀 哟了 你看 我就说你舍不得我了 我们只是协议结婚 三个月之后就可以分道 杨标相同碰弱了 你为什么要冒着 这么大的危险方 三个月 那还有很长时间呢 在这个期间内 你尽情地去干 你想干的事情 也我帮你们 不管能不能做仇 最起码不留遗憾吧 可是 哎呀 可是什么可是 我是个孤儿 所以啊 你有一些执念 我能够理解 就当是 还老爷子个人情吧 是有危险吗 这点东西对我来说 来我以前经历的 哎 林晨 谢谢你 行了 别哭了 你再睡一会儿 林晨 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你了 小林啊 你过了一下 也有重要的事情 跟你谈谈 啊 爷爷 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出家收拢了许多修行高手 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好队 我虽然是 我家上人这样的家族 楚松丰是我的亲子 楚家的家规也有百年的历史 家族是真不得伤妻手足啊 楚松丰这个人 一心都少了 他直接杀害了小学的父亲 我也就是因为这件事 您并不及呀 小林啊 你不要顾问我 眼前最大的事情 就是我们家的小雪 楚松丰他们 我早已不承认 他们是楚家的血脉 放心吧 爷爷 我一定会照顾好小雪的 你这块玉哪来的 是小雪刚刚给我的 好啊 既然如此 有些事情 你该告诉我 你不是想知道你自己的身世吗 小 你的父亲叫林暖 母亲叫冯兰 是京西 冯家 据我所知 冯家上上下下 都不同意你的母亲和你的父亲来 你的母亲为了追求真爱 和家里断绝了关系 去找你的父亲去 他们还挺浪漫 二十七年起 也就是你刚刚出生不久 九华山太阳湾 度假村 有一场修行势力 秘密聚会 参与者有五家宗门 每一家都是实力彪悍 为的就是争夺你手里这块天祺 你的父亲突然出现挑战各门派高手 连战连胜 以武力夺得了这块天祺域的所有者 各宗门不服气呀 他们违反了战前约定 一起围攻你的父亲 你父亲无意超群 斩杀重伤素质的 你父亲身受重视 不过他还是带着这块玉 冲出了重围 我当时没有参与追赶 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爷爷 那之后还有我父亲和天祺域的消息 从那一天我就再也没有你父亲的消息了 他们至今是死是活还是个谜啊 那您知道这五大家族的名字吗 你想干什么 我想寻找出我父母失踪的真相 如果他们还活着 我就去找他们 如果他们死了 我就找出背后的凶手 一定给他们报仇 好 他们分别是天山柳家 河西月雨中 青湖催者 西亚雷铁中 你及 你的海国楚家 等等 林海楚家 爷爷 这块天祺域到底有什么用 能让这么多人为他拼命 据说这是一把钥匙 可以进入某一个神秘之地 传说进入这个神秘之地 有长生的秘密 长生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信这个 人啊 都是怕死的 哪怕有一丝希望 人们也都会趋之入路啊 可是这个消息是谁传出来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父母失踪以后 西京冯家人有什么动静 当时 只有五家势力知道 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 当身的母亲不在现场 冯家人 应该也不知道 爷爷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吗 当时 追杀你父亲 楚家领头的人 是楚松丰 我只知道 他回来的时候 身上有伤 失口保认 他杀害了你的父亲 楚松丰 楚天宇的父亲 好了 该说的 我都说了 该怎么办 你自己决定吧 没想到我父亲被害了 楚家竟然也参与 不过楚家是楚家 楚家许是楚家许 既然如此 楚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力 废 我连五不归都安排给你了 居然还杀不死一个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楚包子 不是 楚少爷 我被林城里吓要了 他说 让您三天之内去见他 否则 我 我就得死了 楚少爷 求救你了 您救救我吧 楚少爷 回开 你说你赵家 你赵家也有价值几十亿的资产 既然你这么无能 不如我帮帮你吧 原池 我 出公子了 出公子了 出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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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 你和五不归的实力相比 如何啊 一个为钱卖命的亡命之徒罢了 我杀他 不过十招 很好 那就劳烦陈伯陪我去玩玩了 今天你当司机 好好开车哟 好 楚小姐 林先生 我家公子有请 我家公子有请 林先生 你别动 你要是动了 你猜结果会如何 楚天宇 对 楚公子有请 劳烦林先生 当一下司机 好 之前可没见过你 你也是楚家的人 我姓陈 丹明一个怀子 在楚家已经四十多年了 现在我给公子当个司机 保护公子的安慰 楚公子以这样的方式 邀请我们 可不太友好啊 怎么 是打算跟我算算准账 你侮辱了公子 侮辱了楚家 这账 自然是要算一算 那楚公子是打算怎么后算 废了我的修行 或者是杀了我 让我人间蒸发 我不知道 不过很快你就知道答案了 稍安勿躁 废妹 我们又见面了 废妹 我们又见面了 妹妹还是这么漂亮 拿开你的造成 表面笑嘻嘻 背后下还是卑鄙无耻 你说这里这么偏僻 周围也没有人 就算真的发生了什么 也不会有人知道 况且你现在对我这个态度 是不是以为 你真的不敢把你怎么样了 我还没有知道以为你说几句好话就会放掉 既然如此 何必要给你好脸色 那倒是 不过既然都来了 当哥哥的总要敬一下地主之意 这么大的别墅 只有你们两个人 有点空白 都这个时候了 还这么淡定 看来你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 行不行那得打过以后才知道 如果我真的打不过的话 大半就跑路 逃命也是很简单的 逃命 你不准备管他呢 打得过我当然要管 打不过我留下来也是白给 相管也管不了 你说是吧 谢谢 没错 楚天宇除了个背景可以忽加虎威之外 其他也没什么好拿的注重 凌晨 一只手就可以打得过他 还有那个老邓 你要是打不过他 你就快点跑 回头 等他落单的时候 就把我受了苦 加倍还给他就好 托儿 你要是真能从陈伯手里头 我马上放 你要是不能 少不得 我就要留你在这看一场好戏 少不得 我就要留你在这看一场好戏 来吧大高手 让我看看 你到底有多强的时间 你虽然打死了五不归 但是修行一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川普 废他修 断他四肢 留一口气就行 好 是啊 你是真能了 多喝 你 还可以 尽力 好 疯惯 你 你 啊 啊 我的手 你看少害少爺 我又讓你付出代價 少害少爺 我又讓你付出代價 啊 我這一拳 林辰必不敢抖 因為一旦他躲了 這一拳也順勢傻交出嫁血 就這 怎麼會這樣 林辰的勢力怎麼可以比我強這麼多 啊 你 鋼琪護蹄 你 鋼琪護蹄 你居然修出了鋼琪護蹄 鋼琪護蹄 這怎麼可能 林辰不過二十歲出頭 就修煉出了鋼琪 放眼整個楚家 也只有三個老祖修煉出了鋼琪 如此年輕別修煉出了鋼琪 要么是功法無雙 要么是身法無雙 更大的概率是二者皆有 我居然得罪了這本人 還是生死大仇的呢 少爺 你先走 你可真是楚家的一條好不 如今能夠捨棄自己的性命 救他人的人可不得 我雖不姓楚 但是我僅楚家四十多年 早已把自己當成是楚家的一份子 鮮魚是我看著長大 我將他使為我的後輩 今日這一切都是我自大造成的 既然是我的過錯 就應該由我去 你也不是錯 你在楚家待了四十多年 如今又承擔著保護楚家繼承人的重生 說明楚家很重生 那麼我問你 二十七年前 楚家在九華生和其他幾個家族有一個聚會 你知道嗎 你們四十個生命 浩天 你二十七年前 你二十七歲 你這張臉 你是林遠的兒子 看著你給我打個書籤 你再也接不到 這 你再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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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辰 你知道自己的身世了 那 叔叔阿姨他們呢 失蹤了 爺爺說二十七年前我父母被追殺之後 就咬無音信 我大概也是那會兒被送到師父那兒的 至於他們是否還活著 我也不清楚 被人追殺 然後別再無消息 這種情況 是由八九人生 那天是沒了 畢竟 如果林辰的父母還在世 恐怕早就來找林辰了 這個男人 雖然擁有一身本事 但是他的身世 也太可憐了 沒有缺切的消息 那就證明還有希望 嗯 說不定 他們也在找你呢 只是因為有些事情耽誤了 可能 是因為 因為 沒關係的 我會找他真相 楚天宇跑掉了 現在怎麼辦 找到他 然後殺了他們 我要殺的可不止楚天宇一個人 還有楚家很多人 楚家和我父母失蹤 有很大的關係 我和你一起去 楚家在林海的勢力更深地固 你跟我去的話 會有危險 我想陪著你 如果 你是擔心他們會拿我要協你 我可以躲起來 諾大的林海市幾百萬人 他們不可能找到我的 如果 楚家人真的用我威脅你的話 你也不用管我 直接報仇就好 記得 拜上我的內套 楚天宇已經知道了我的事 他們大概率 不會再用今天這樣的手段來威脅 所以接下來我和楚家的爭鬥 應該局限於 我和楚家的修行者之間 除非我死了 否則你不會有危險 那不就好了嗎 你可不能丟下我 之前我就說過 你在哪兒我就去哪兒 除非你不要我了 如果楚家倒了 楚家的家產 你有什麼想法 報仇的 那如果你確定 是楚孫芳殺了你的孫女 你會殺她嗎 殺 她既然能殺自己的堂兄弟 楚天宇能害我這個堂妹 我為什麼不能殺了她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畢竟楚家倒了之後 家產自然有你的意思 如果你不要她 就本身給錢 我的目的是報仇 其他的我都不在乎 我都聽你的 林辰的師父是薛狂仁 那個被稱為瘋子的薛狂仁 就是他 那傢伙可是個真瘋子 我們現在怎麼辦 你去對付楚家去 我不管 但你不做調查 遺孤情至於動手 但凡你自己調查 你就會明白 你之前找趙家吳家的師妹原因 就會知道林辰的來 就不會如此辱馬 更不會捨得陳懷 還差點把你自己交代了 我當時問過她的來歷 她什麼都不肯說 她說自己沒背景 靠的就是自己的傳統 我問陳柏 陳柏說自信滿滿 能拿下他我真的選擇動手的 就算林辰被你殺了 兩個問的 薛狂仁的親殘弟子被你殺了 你覺得你能活得了嗎 你薛狂仁的瘋魔性 你以為你死了 就沒事了嗎 薛狂仁上下比較薛狂仁俄 爸 那現在怎麼 總不至於陳柏死了 我還要跟他賠禮道歉吧 去道歉 我們薛狂仁雖然厲害 但他只是一個人 我們薛狂仁還不至於怕他 但是我警告你 不要用下塞爛鬥手段 對付林辰身邊的人 因為你沒有底線的攻擊 就會引來沒有底線的反擊 他們要找機會殺你 易度反掌 爸 我這 不會了吧 楚家自願厲害 但不是天下無敵 更何況 皮膚一怒 血見無握的道理 你要懂 作為一個修行者 就不應該給對方復仇的計劃 否則打蛇不死 反受其害 凌晨 我是楚送風 嗯 什麼事 趙家吳家的事 我都已經知悉 吾爾天宇行事謀躁 跟你發生了衝突 我想問問你 此事 怎麼解決 解決 出現什麼 你想怎麼解決 天宇對你出手 那時 也打算身回 要不 此事我們各不追究 到此為止 陳懷只不過是個厲害點的打手 說能聽點他就是一個工具員吧 被我打死 那是他實力不計或該 但是作為計劃一切的楚天宇 不應該付出代價 修澤 我兒子的胳膊也被你打斷了 如果他成功了 我的女朋友會對我 我會被打死 你覺得一條胳膊 哼 我知道了 你的師父是薛孔仁 薛孔仁雖然很厲害 比我代表我楚家害怕他 就算你有剛性靜視力又如何 我們楚家也有 而且我自己也有 你要我玩 我們楚家奉陪到底 楚家楚 你還記得是 林辰 你是林远的 打孽主 楚孫 七天之後 我避免你楚家滿門 我們楚家百年底居 我倒要看看你這個小杂手 耿命 行 那就試試看 好 那咱們就按照修行者的規矩 總好 不可以 不過我提醒你一句 楚家雪 是我林里 你放心 楚家不會對他直接動 但是在商業上 我們所爭鬥 那是不可避免的 商業鬥爭各憑本事 不過你要是敢用下三萬的手段 對付小雪 你們楚家人多 到時候 可別管我發佈你 呵呵呵 我等著你 你是時候該回國了 你 沒有 尷尬 我 你 那個 誰 天 林先生 我遇到紧的事跟你说 林先生 我刚得到消息 楚家为了对付你 找了一位宗师 林先生 我刚得到消息 楚家为了对付你 找了一位宗师 宗师 对 这个人叫楚松涵 他和其他的宗师不太一样 这个人心狠手辣 牙刺必报 之前有个人 因为骂了他一句 被他折磨了三天三夜 人死的时候 那都没人形了 那他现在人在哪 本来呢 他应该被逐出楚家的台队 之前啊 他调戏了一位 他族兄的妻子 结果他那两个族兄 找到他的时候 他反而把人家族兄 打算残废 对外呢 楚家是说 处死了楚松涵 那实际上 是把这个楚松涵 流放到海外 不许他再回楚家 现在 楚家要是没事的话 他肯定也不会回来 但如果楚家出事 他肯定会回来报仇 而且我听说 他在国外参加了一个 杀手联盟 他现在是中师级杀手 在杀手界 也是赫赫有名啊 咱们要是想除掉楚家 必须得先除掉这个楚松涵 楚家还有案子 这楚松涵 此人如此隐险交了 如果不先除掉他 灭掉楚家以后 只怕会引来更大的吗 莫总 这样 麻烦您帮我调查清楚 我楚松涵的行程 我要先从这个败累下手 另外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 零海巴达家族 只要他们同意联合一起 灭掉楚家 楚家的一起 我都可以给他 巴达家族明争暗斗 找着一个盟友对付楚家 应该不是什么来的事 林先生 等我消息 林先生 楚松涵订了今天晚上 回林海的机票 回林海 那我岂不是要给他 准备一份大大的见面 时间 UK8372号航班 凌晨1点25落地 终于回来了 这些年 漂泊在国外 终究不那么舒服 还要感谢那个叫凌晨的小家 若不是他 我恐怕 也没有机会再回来 楚先生您好 我叫杨一帆 您叫我小杨就行 不是马路上一台车都没有你开这么慢搞毛线呢 赔钱 追尾全责 你没学过交规啊 哎 小的你他妈的 什么 知道楚家嘛 我可是给楚家工作的 哎 从来都只有我欺负别人的 什么时候轮到别人来欺负我 他想敲诈我 臭小子 不赔钱你还想动手是吧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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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天回来 哎 就不着眼网在身上凑 哎 算你倒霉 哎 我第一天回来 哎 就不着眼网在身上凑 哎 哎 算你倒霉 哎 你 你解释宗师 楚家的案子 宗师杀手 吵风寒 认识我 你 你是林辰 你 你怎么知道我这趟飞机回来 当然是有人告诉我 楚家可不是所有人都希望 听说你在国外混得很好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回来 楚先生 欢迎你回来 落叶归根 诺业归根 走吧 上车 我说的话你记住没有 我总还死了 怎么回事 林辰怎么会知道 楚家主 这份大礼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对了 三天后 我要亲上临海灭你们楚家 别忘了迎接我哟 小子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灭我楚家 我以命气势 又把你千刀万剐 都成肉泥 你一生作恶多端 老天爷可不听出声的实验 等死吧 搞东西 爸 你没事吧 去求见诸家 不惜一切代价 请诸家老祖出手 一定要把林车给我逼了 周老爷子到了吗 马上到 那就好 把周老爷子秘密带进 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是 爸 你怎么有些紧张的样子 如果林辰想彻底打败我们楚家 今天是最好的时机 我们楚家所有人都聚在这里 正好将我们一网打尽 虽然林辰是宗师 可他这样未免也太嚣张了 算上他的同伴 不过两个宗师 他敢来这儿那不是宋师 如果魏家和林辰联手呢 而且林辰的师父 薛狂人 朋友也不少 就算加上他们 也不能把我们灭 可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为何要给他这种机会 周家老爷子如果没有答应的话 我会取消此次的机会 既然周家老爷子过来了 我倒希望他们全能跳出来 所以 这是个局 周老爷子没为别人看到 他们如果真的准备 就一定会出手 到时候 周老爷子在 正好 以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 可如果来了很多宗师 周老爷子只有一人 不会不会 宗师在大宗师面前 就像孩子对付成年人 就算来了一群宗师 大宗师 一个人就能搞定 这又是周家为何 稳居林海第一大家族的原因 林辰祖 已经达到宗师的巅峰 与大宗师 紧一步枕 就这一步 就是天立这场 如果你曾祖 踏过这一步 我们仇家就能金山玉 祠大家族 和路家平起平坐 这么一说 我也希望 本期再看到他 目中可不在的 既然赶得来 就让他死在这 朱老爷子已经到了 已经请到后院休息 外面人都到齐了吗 已经到齐了 我先去见朱老先生 准备好 八点开始 祭祖大典 好 朱老先生好 好 今天是你的大日子 你作为家主 有很多事情要忙 不必刻意的过来 朱老先生是前辈 我作为晚辈 当然不得见 更何况 今日如果有麻烦 还请朱老先生 顶一下住啊 我既然来了 你们便大可放心 如果他们真的不要命 前来闹事的话 我自当出手 不过 有些话 我可要说在前面 朱老先生请讲 我只帮助你 对付林晨和他的人 如果离开其他家族 参与的话 大家抬头不见 低头见的 不过他们肯让步 我便不会出手 大家还是留一些 好见面啊 那是此人 只要朱老先生 对付林晨 与林海以外的高手即可 好 靠外 林晨 楚家大典到此结束 现在是列个大使 林晨 胆子不小 竟然从我楚家 进入大典 楚家弟子 难得如此能拒 我当然要来看看 楚家的威力 顺便杀死 我们楚家的气味 怎么 你想趁这个机会 也没有 楚家不成 我确实有这个详细 毕竟楚家弟子难得一举 好像一年也就这么厉害 我当然想到 林晨 就凭你 你还有什么帮手 都把咱们喊 今天这日 咱们彻底了解一下 如你所愿 诸位 让楚家的各路英才都瞅瞅 魏家 许家 冷家 林海八大家 居然来了三家 红尘 我倒是小看了你小子 我就牵个头而已 看来各位人 你们楚家都很久了 索性却一起干 楚家和魏家 是世仇 他能和你联手 在无预料之中 许家和我们楚家 有商业著作竞争 他的加入 我也能理解 冷家 我们楚家 无冤无仇 他擦一脚 难不成 也要瓜分我们楚家 楚老爷子 冷家无法水中送炭 就只好做做 结上天花的事了 林晨救过我的性命 你说这人情 我是不是得还呢 林晨救过你命 对呀 我之前病重 要不是林晨 我早就入土为安了 而且 他治好了我的陈年旧伤 使我重新恢复了活力 你说这个人情 他是不是很大 好啊 好得很 就不知道你们来了多少宗师 露面的是四个 外面还有几个呢 我们可是很小心的 不会让事情出了什么岔子 确实我们楚家四个祖师 被林晨杀了一个 现在还剩三个 四打三 我们楚家确实没有机会 看来你似乎早有准备 请了谁来赶紧叫出来 看看我们肯不肯得动 如果不是早准备 我怎么能会在这个时候 举办技术大典 怎么可能给你们机会 朱老先生 请登手吧 林海第一人 大宗师 朱老先生 若非朱老先生在此 我怎么会给你们 灭我们楚家的机会 楚家中人 你们先退 我看谁敢来你们 林海八大十家 今天来了四家 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朱老先生 您今天来这里是什么意思 你是要帮楚家 灭了我吗 哈哈哈哈 我听话 我们八大十家 相安无事 那么多 我觉得挺好 我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偿还楚家 一个人情 也不希望你们 兵荣相见 大家和平相处 不是更好吗 就是说 今天如果我们不出手 就此离开 您也不出手 是这个意思吗 许家 冷家 未家 只要你们不出手 随时可以离开 那 林晨呢 林晨和我们楚家 恩怨颇深 先杀了我的忠仆 陈怀 我杀了我的兄弟 楚松寒 现在又扬言 要灭我们楚家 他既然来了 就回想走 我们又把账 算得清楚 我们既然一起来此 要罢守 自然一起罢守 不如今日 咱们就此作罢 有什么事 以后再说如何 您请帮我们许家 一个大忙 可否给个面子 今日放他一忙 我魏家 倒不欠林晨人情 不过如今 已然联手 便算是盟友 如今大敌当前 不如抛弃盟友 日后传了出去 大师得被人戳 我魏家几两苦 不如我们讨论讨论 换个解决办法如何 原本以为 朱子安露面 三家就会置身十万 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都开口了 解决 怎么解决 难不成 他有办法 让陈怀 和楚松寒 复活吗 如果他能办到的话 跟他握手言和 又有何妨 你们楚家好大的威风 只许周官放 不许百姓点灯上 楚天宇在平江 三番两次的小汉 要不是我有宗师的事 坟头草量 废话少说 楚家人死了 你就得偷命 再受了 二十七年前 我参与 为较你父母的事情 我们早就不死不休了 你们四大家族 今天不动手的话 我们相安无事 有案有约 我们改日再算 如果今天你们动手的话 就别怪我们 纳数无情 龙老先生 请动手吧 等会儿他一动手 你们就跑 不用管 要走一起走 人都还有机会 没用 你们拦不住他 我的事 我自己扛 可要走 无谓的挣扎了 没有用 原来是这么 这是怎么回事 凌晨按着朱子安两拳 居然还没疼着 难道是朱子安没有权力吗 爸 这是怎么回事 你在破镜 林阵破镜 林辰本来就是宗师 他还能破什么镜 难道是 大宗师 爸 现在怎么办 林辰这么年轻 就能打破平静 进入大宗师 如果他成功破镜的话 咱们楚家就没有活路了 朱老先生 人家杀了他 否则的话 诸家和楚家 不万无穷 林辰 你确实是个妖逆 但是你今天必须死 这一脚 你跨不进去 你还真是打不死的教详 越战越勇啊 不能冲下去 林辰到底什么实力啊 他竟然轻松挡住了 朱子安的全力一击 朱子安退了三步 林辰居然退都没有退 怎么会是这样 大宗师的实力也不过如此 怎么会变得这么强 什么叫突然 我一直很强好吧 只不过之前 我一直在隐藏我自己的实力 不想让你们刷现吧 一来我想看看 大宗师的实力 到底是什么呀 二来 我想看看我的实力 和大宗师到底差在多少 你太让我失望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这么强 下山之前 我师父专门告诉你 让我低点的行 所以我在你们面前展现的 一直是宗师劲 你既然能隐藏进去 你的实力 到底到了什么层次呢 用你们的话来说 应该是天人静 天人静 那岂不是 你等天人下宅一般 成王 白空 你要替你父亲报仇 你杀了我父亲 我自然要让你付出代价 谁说我杀了你的父亲 要想人不知 除非几个 你以为你做的天人 实则全都被人看在里面 谁说呢 让他出来跟我对质 你们家都变成正样了 要是我杀的 我认 可遭事 我可不认 怎么 想甩播了 我甩个屁股 真是我杀的 我只会感叹 我当初没有斩炒除根 可是 我确实没有杀了你父亲 当年你父亲戴着天气鱼突围 我们最杀 路上 你父亲布下一阵 我们只有分明贼赶 后来 确实罪到了你父亲 但是你父亲已经重伤 就直接跳入我九发山后面的鼓里 我下山贼赶 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这件事我会查清楚的 既然你父亲不是我杀的 我们就没有那么大的恩怨 你们楚家三分五次的小害 这个时候说没找缘 如果现在是你赢了 我说和你们楚家无仇无怨 你想想你自己会怎么回答 怎么对待 楚家雪 你自己也是楚家人 却勾结万人 负面我我楚家 楚家人 话说有人将我当成过楚家人 当年我父母已经退让 你还要对他们赶尽杀绝 是我爷爷放弃了一切保住我 带着我远走平家 可即便这样 你们还是不肯放过 楚天宇 你自己说 害了我多少次 钱不易 吴家俊 赵义恒 甚至还自己出生 不仅要毁掉我父亲留给我的唯一产业 甚至还想毁掉我 你敢让众人知道你自己的龌龊心思 找人强奸我 还想把视频公之于众 如果你不是和我有血缘关系 怕被人戳脊梁骨 恐怕这件事情 你会自己亲自来做 楚家学 当然你对我们父子俩有意见 楚家还有很多人与此事无关 他们都是无辜的 无辜 压死骆驼的每根稻草 都不配受无辜 当初要不是你们放错 哪里会有后来的结果 楚松涵借故废掉支持我父亲的两位叔叔 坑害了他们一辈子 他受到惩罚了 而你杀害了我父母 受到惩罚了吗 既然这个公道你们不敢开 好 那这个公道 我就亲自来逃 家学 我们毕竟学问相连 我就天语这么一个儿子 他确实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 爸 但是 子不教父之国 我愿提天语恕罪 我愿杨处楚家 以此谢罪 我求你 放过天语吧 爸 别说 可怜天下风险 兵不厌仗 你有天人今又如何 还不是被我哪里 放开他 只要你敢动一下 就要他的命 爸 爸 你还是走吧 没事吧 林先生 刚刚的事 不用解释 我能理解 以后需要许家做什么 请尽管开口 林先生 大意 为家愿为林少 肝脑涂地 在所不辞 那你接下来打算 血斩血厂 你也是 储家的人 这件事就交给他们的 你的事情都处理完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三月之期 也快到了 我们还能续远了 那 你打算续多久 当然是一辈子了 前两天爷爷还说 什么时候给他生一个 大胖的重生